距离中期选举只剩一周 美国油价仍居高不下 总统拜登祭出新招 10月31日晚 拜登警告称 如果油企不将其高额利润反补到增产降价中 他将向其征收暴利税 并呼吁国会考虑向能源公司征收惩罚性税收 和制定其他限制措施 拜登表示 这些利润是来自俄乌冲突的战争财 尤其有责任就此采取行动 如果这些利润被传导至消费者 汽油价格将下降约50美分 在讲话中 拜登点名了艾克森美孚和翘牌公司 他指出 翘牌三季度利润为95亿美元 几乎是去年同期的两倍 而艾克森公司获得187亿美元 创下了近152年的最高纪录 不过美国能源行业对拜登的威胁并不买账 石油工业贸易团体认为 美国政府现在应该鼓励在国内生产更多的能源和燃料 暴利税只会适得其反 11月1日 美国供应管理协会ISM数据显示 美国10月份制造业接近停滞 订单指数在5个月内第4次收缩 而支付价格指数降至2年多以来的低点 随着包括美联储在内的各国央行加大控制通胀的力度 这份报告进一步证明 全球经济衰退的担忧正在加剧 近几个月来 制造商看到石油、金属和其他用于生产的大宗商品的价格出现下跌 ISM对于原料支付价格的衡量 在10月份连续第7个月下降 至2020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0月31日晚 美国芝加哥西区发生一起飞车枪击案 造成至少14人受伤 其中包括3名儿童 其余伤者中一名37岁男子和一名48岁男子情况危急 芝加哥警察局局长大卫布朗在该市斯特罗格医院外说 这起枪击案发生在10月31日晚90后不久 一辆深色越野车在行驶过程中突然停下 车内有人随机向聚集在街角的人群开枪 整个过程仅持续了约3秒钟 目前警方初步判断有两名枪手参与了枪击 正在调取监控录像进行调查 但尚不清楚其作案动机 由于RVS病毒感染迅速蔓延 南加州城县10月31日宣布进入卫生紧急状态 此外声明表示 已经宣布了一项地方紧急状态公告 允许城县获得州和联邦资源以应对局势 并向周边县寻求互助 上周圣地亚哥县公共卫生机构也发出了类似的警报 圣地亚哥县的一份声明说 当地卫生服务提供者发现流感和呼吸道 荷包病毒RSV病例提前激增 虽然该地区的新冠病例目前呈下降趋势 但同时传播的所有三种病毒的三重打击 可能会导致本已负担过重的医疗系统 虽然没有RSV疫苗 但呈现卫生官表示 儿童和高危人群应及时接种流感和新冠疫苗 在室内戴口罩 生病时待在家里 韩国国际广播电台11月1日消息 正在对离泰院踩踏事故原因进行调查的韩国警方 首先确保了事故现场附近50余台监控的视频 其中也包括事故当晚大批人潮 从离泰院地铁站和世界美食街两个方向 涌入斜坡小路的监控视频 警方还在对事故发生前后 社交网站上的视频进行精密分析 重点调查大量人群开始摔倒的瞬间是否有不寻常的情况 警方将据此对事故发生时的人群密集度和危险度进行分析 警方说由于事故原因复杂 将考虑所有的可能性加速查明事故原因 韩国警方还将调查首尔市和龙山区 是否为防止因人群大量聚集而发生事故 提前采取必要措施 非常别好了 剧场上你 可真相在 Yanme 在那里 第二条 容易